丈母娘心脏病发作 家里唯一的车钥匙在老婆手里 她不信我的话 忙着安慰远道而归的竹马 你不就是想骗我回去吗 仗着我妈和你关系好 什么谎都敢撒 丈母娘死后我提出离婚 她红着眼问我 你不是答应我妈会照顾我的吗 她错了 丈母娘的医院是还我自由 丈母娘五十大寿这天 我特意请了假 做了一大桌子菜 老婆迟迟未归 丈母娘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我拿起手机准备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她进来了 身后还跟着一个男人 正是她的竹马邹宇祥 她神态自若 仿佛自己家一样 好久不见阿姨 这是我从国外给您带的补品 她手里拿的东西不超过一百块 一看就是小市场批发来的 我压下心头的苦涩 不想让丈母娘在这种日子不高兴 就没有说破 没想到丈母娘阴沉着脸 用力拍了下桌子 柳如烟 我都说了是一家人聚一聚 亲戚都没喊 你带个外人算怎么回事 邹宇祥一脸委屈 阿姨不愿意看到我 我走就是了 你们别为我吵架 老婆皱了皱眉拉住她 妈 阿姨也是一片好心 刚下了飞机就来给你诸寿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她也是你看着长大的 你怎么就对她这么大意见 丈母娘蹭的站了起来 扬声说 你别忘了你是有老公的人 跟别的男人拉拉扯扯 算怎么回事 母女俩剑拔弩张 谁也不肯让谁 我起身劝丈母娘 算了妈 来者是客 我们先吃饭吧 丈母娘分毫未动 今天我只跟家里人吃饭 老婆怒容满面 你心里的家人 恐怕只有纪尘阳吧 她又指着我骂 纪尘阳拟好手段啊 把我妈哄得团团转 你到底给她下的什么药 她为了你 连我这个亲女儿都不认了 我苦笑 我能给丈母娘下什么药 无非是这些年柳如烟 沉溺情伤 对家里不管不顾 丈母娘生病也好 亲戚家出了事也好 都是我在张罗 人人都说 比起她这个女儿 我更像丈母娘的亲儿子 但她从不会反省自己 丈母娘气得浑身发抖 这桌子菜都是小季做的 结婚这些年你动过手吗 你知道我爱吃什么 不爱吃什么吗 你有一点做女儿的样子吗 明知道我今天过寿 故意给我找不痛快 老婆气急返笑 好好好 你看不上我 我还不想要你 这么不敬人情的妈呢 阿宇我们走 说完她拉着邹宇祥 就往外走 丈母娘瞪大了双眼 我知道丈母娘一向 最疼这个女儿 岳父去世时 丈母娘不过三十岁 想再婚是件很容易的事 但怕别的男人 对女儿不好 宁可一个人 撑起这个家 守着女儿过 现在老婆对她说这种话 她肯定很伤心 小燕说的是气话 您别往心里去 我去劝劝她 我正要往外走 丈母娘突然面露痛苦 弯腰捂住自己的心口 我知道她是心脏病犯了 忙扶着她坐下 妈 你消消气 我去给你找药 丈母娘却一把拉住了我 生如文英 小季 要吃梅了 坚持住妈 我马上打120 我拿出手机 拨打了急救电话 但总是盲线中 根本打不通 看着丈母娘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我心急如焚 眼下这种情况耽误不得 只能开车 把她送去医院 但家里唯一的车 要是在老婆手里 我忙追了出去 老婆和邹宇祥 已经上了车 他们有说有笑 眼看车子就要发动 我急忙冲上去 扒在窗口大声说 老婆 妈 心脏病犯了 不管有什么事 我们先把她送医院 邹宇祥在副驾驶开口 阿姨的身子骨一向不错 怎么可能突然得了心脏病 不会是季先生 故意想骗你回去吧 阿姨对她那么好 她怎么能这样诅咒阿姨呢 我急忙解释 是真的 妈 一直都心脏不好 这里不好打车 你先别走 老婆不耐烦地说 季晨阳 你怎么变成这样啊 你就仗着我妈跟你关系好 什么谎都敢撒 回头 我妈要是知道你说这种话 我看她还得不理你 说完她一踩油门 车子扬长而去 我被惯例甩了一下 差点摔倒 来不及站稳 我跟在车后面边追边喊 老婆快停车啊 妈真的撑不了多久了 妈要不行了 你再怎么不满 先回来把妈送医院啊 但是任凭我喊干了喉咙 车还是消失在我的视线 我用手撑着双膝 气都来不及喘云 又往家里跑 这种时候 不能把丈母娘 一个人留在家里 等我到家时 丈母娘已经躺在地上 出气多 进气少了 我咬了咬牙 背起她出去打车 外面烈日当空 我们住得又远 街面上空空荡荡的 没有一辆车驶过 我等了很久 才打到了车 司机看到丈母娘的状态 怕担上责任不想接客 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大哥你放心 有什么事我自己担着 绝对不会赖你的 司机又让我说了一遍 录下音 这才放我们上车 车上的时间 仿佛被无限被无限拉长 让人心生煎熬 好不容易到了医院 丈母娘已经晕了过去 在急救室抢救了好久 大夫从里面走出来 满脸沉重地说 非常遗憾 我们已经尽力了 但凡早一点送过来 也不会 真是太可惜了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 就差一点点 丈母娘就能活下来了 她才五十岁 明明还那么年轻 老婆没回来时 她还跟我说 以后要给我们带孩子呢 我是单亲家庭 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跟我爸离婚了 我爸常年忙于生意 不管我 八岁那年 我们搬到了丈母娘家隔壁 小区里 有很多小朋友的玩乐设施 丈母娘经常带着老婆去玩 我常常盯着他们发呆 也会在丈母娘做饭时 贪婪地嗅着饭菜的香气 丈母娘发现后 把我带去她家吃饭 岳父因为车祸离世 她家算不上富裕 即便是这样 丈母娘也会每天都喊我吃饭 比起我不闻不问的爸妈 丈母娘倒更像是我的亲妈 但是老婆不喜欢我 不管我怎么让着她 她都不给我好脸色 可我实在是太渴望家庭的温暖了 我还是会像个小跟班一样 跟着她讨好她 初中那年 老婆认识了邹宇祥 她像是所有女孩子青春里 都会喜欢的那种邻家少年 温和有礼 文之彬彬 和那项寡言的我截然不同 所以老婆对外称她是竹马哥哥 而我不过是个发小 后来我们大学毕业 邹宇祥要出国 老婆挽留了她很久很久都没用 丈母娘频繁撮合我们 制造各种机会让我们单独相处 追了她半年后 她突然跟我提起了结婚的事 说起这话时 她眼睛红肿得很 也是这天 我在邹宇祥的微博上 发现她跟一个外国女孩 求婚的消息 我怕她一时冲动会后悔 让她考虑清楚再说 然而她还是坚持和我结婚 说不开心是假的 追着她跑了这么久 怎么可能全是为了 丈母娘的恩情呢 或许刚开始 只是为了让她 不要把我赶出去 但时间久了 那个名艳的灵动的少女 不知不觉 就刻在了我的心头 我想和她在一起 那时的我毕业不久 手里没有多少积蓄 为了能给她一个像样的婚礼 我第一次和我爸低头 主动和我爸缓和关系 沉浸在喜悦里的我 并未注意到她的心不在焉 她的频频回顾 现在想来 心头只剩下密密麻麻的疼 丈母娘躺在冰冷的手术床上 她的眉心紧簇 似乎对这个世界 有着无尽的眷恋 我颤抖地拿出手机 拨了柳如烟的电话 一遍两遍 我像是不知疲倦的机器 不断地拨打着她的电话 她是丈母娘 唯一有血缘的亲人 她应该来送丈母娘一程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 她终于接通了 我还没开口 她先吼了出来 纪尘阳 你有完没完 非得让我回去 看你们母辞子孝吗 我一眨眼 泪珠大颗大颗滚落下来 哽咽着说 妈没了 我们在中心医院 柳如烟冷笑一声 纪尘阳 你什么时候这么爱说谎啊 我出来的时候 她还有力气跟我吵架 怎么可能说没就没 一旁传来邹宇祥的声音 别生气了烟烟 我来跟她说 她安抚了柳如烟 拿过手机 纪先生 我知道你对我不满 但是不要再拿这种事 当借口了 你明明知道 阿姨是烟烟唯一的亲人了 你这样讲 知不知道她有多难过 你冷静下巴 悲痛充斥着我的心 我现在不想管她俩的事 只想让柳如烟 来送丈母娘最后一程 怎么就这么难呢 我控制着情绪说 柳如烟 你不来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柳如烟读过手机 大声说 你演戏上瘾了是不是 信你的话 我就是傻子 我还想解释什么 她直接按了挂断 听筒里只传来无情的嘟嘟声 我给她发了很多条短信 想告诉她丈母娘真的去世了 直到我打字到双手都麻木时 才恍然发现那些消息都没有发出去 她把我拉黑了 我守着丈母娘的尸体做了一夜 天亮时 我为她整理好衣容 独自为她办了葬礼 邀请了她生前的亲朋好友 乌云碧日 周围气氛异常压抑 没有人能想到 丈母娘刚满五十岁就去世了 来送别的人都是一脸沉重 脸上挂着惋惜 直到晚上时 我才看到柳如烟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 她看清遗照上面的人 脚底突然一软跌倒在地上 但是没人去扶她 母亲早亡 女儿不知所踪 我虽未明说 大家心里也能猜到些什么 柳如烟慢慢地走到棺材旁 难以置信又无比留恋地看着她的妈妈 她声音颤抖地开口 怎么可能 我妈昨天明明还好好的 她的视线一到我身上 像找到发泄口一般 恨恨地瞪着我 是你 我妈这么多年拿你当亲儿子 你就这么照顾她的 她才五十岁啊 我冷冷地说 害死妈的人是你 昨天我让你停车的时候 你在干嘛 你不知道我们那地方不好打车吗 但凡你能回来看看 但凡能早一点把妈送过去 她都不会出事 眼前是我爱了那么多年的女人 这些年无论她做了什么错事 我都会心甘情愿地为她找理由 可是现在 我不想再自欺欺人了 柳如烟站起来揪着我的衣领说 不是我 我没有害死我妈 都怪你 是你做的都是你做的 我妈对你那么好 你在她死后还要这么冤枉我 你怎么能对得起她 我没有再辩驳什么 她不敢承认是她害死了她妈妈 急需一个人背锅 不管我怎么说 她都不会信的 但她心里大概是明白的 赵母娘的葬礼持续了三天 期间柳如烟给邹宇祥打过电话 她说 我这边实在走不开 你别太伤心了 照顾好自己 我先挂了 柳如烟正正地落下泪来 她还没回话 那边就挂断了 她娜娜地说 好 工作要紧 我心底划过一抹悲凉 直到此时 她还是那么相信那个男人 什么没有时间 如果死的是她妈 她还会说没有时间吗 人还真是可笑 一个心里装满她的人 她不要 偏偏要去相信得不到的人 等亲朋好友陆续都吊咽过后 我打算把赵母娘送到殡仪馆 柳如烟紧紧抓着赵母娘的手不肯放 我压抑着怒气说 你要让妈死不瞑目吗 天气这么热 能放多久 她哭得差点断气 抽抽搭搭地放开了赵母娘 她目送我把赵母娘送上车 没有跟上来 而是咬着牙说 妈是你害死的 她的身后是理应由你来办 我差点被她欺笑 既然我这么对不起你 我们就离婚吧 柳如烟一脸错愕 她动了动嘴唇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车子就开动了 这天的太阳很大 我却感受不到丝毫满意 赵母娘被人推了进去 变成一个小小的盒子 我遵从赵母娘的遗愿 把她的骨灰撒到海水里 想着她的英容笑貌 我不游视了眼眶 六 这时候突然有人给我递了包纸巾 我回神望去 竟然是我的大学同学夏婉容 我忙擦干了眼泪 让你看笑话了 夏婉容摇摇头 怎么会呢 亲人离世难免会伤心的 她一定是个对你很好的长辈 你才会这样难过吧 但不要难过太久哦 不然她在天上会担心的 听着她安慰的话 我心中百感交集 她根本不认识赵母娘 却仍旧抱以最大的善意 而丈母娘的亲生女儿 连最后一程都不敢来送 真是讽刺 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她察觉我心情不好 没有在这里多逗留 海边剩下我一个人 我拨通柳如烟的电话 还是拉黑状态 只能找同学问了邹宇祥的号码 烟烟在洗澡呢 你有什么事和我说一样 她认出了我的号码 抢在我之前开了口 成年男女 这时候洗澡意味着什么 不言而喻 只是没想到在这种时候 她居然还有心情 跟人做这种事 尽管我打电话 是为了和她谈离婚 但还是感到心里难受的厉害 告诉柳如烟 我要和她离婚 明天上午十点 明正局见 挂断电话 我感到很轻松 原来这句话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说出口 结婚七年 身为合法丈夫的我 碰她的次数寥寥无几 夏天她嫌天气热 冬天她说没心情 也只有她偶尔喝醉时 才会缠着我 很多次我听到她梦中一语 喊的都是邹宇祥的名字 很多次我想跟她说 既然她那么放不下 我们离婚好了 但我舍不得 她是我年少时唯一的心动 是我好不容易带入未来的人 我舍不得也不甘心 明明是我先认识她的 明明她缺席了她的生命这样久 可是她一回来 她的心就毫不犹豫地拼了 我终于看透 无论我做什么 都没办法让像我爱她那样的爱我 七年时光匆匆而过 现在我也不想要她了 我找了家酒店 想先补个教 刚进房间 柳如烟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季晨阳你害死我妈 该提离婚的是我才对 你有什么资格 你明知道我现在是升职的关键期 如果被人抓住了把柄 我的工作怎么办 我是不会离婚的 你怎么就这么小心眼呢 我不过是陪陪这么多年 都没回向的朋友 你非要跟我小提大做 我刚失去了妈妈 你能不能消停消停 柳如烟先生夺人 噼里啪啦地讲了一堆 这点倒是和邹宇祥挺像的 难怪他们惺惺相惜 原来她也知道她作风不当 容易被人举报 可她还是选择做了 那结果也应该由她自己承担 我把电话拿远了些 等她骂完才开口 离婚这件事 是通知 不是商量 往后你想陪谁就陪谁 我没意见 柳如烟气急败坏地说 你非要跟我在这个时候闹是吧 趁我还有耐心你马上道歉 别等我真的同意了 你再求我就不好看了 我挂断电话 嘴角勾起一抹嘲讽 果然被骗爱的都有恃无恐 在一起的这些年 我对她事事纵容 无论她说什么都会答应 结婚后不久 赵母娘摔伤了腿 她抱怨公司医院两头跑 休息不过来 因为心疼她 我辞了工作 专心照顾她们母女两个 赵母娘养好身体后 我学了做饭 一日三餐不落地做 就连她的胃病都被我养好了 这些年她一直以为家里的开销都是她在出 对我也越来越一致气势 我只当她在工作中不顺心 从未跟她计较 但她没想过 她每个月只给我五百块开销 一个人吃饭都不够 何况是三个人 她工作的同时 我也没闲着 我在家里线上做策划 开销基本都是我在出 但凡她关心我 一点都会发现我是有工作的 可她没有 算了 都不重要了 我蒙上脑袋一觉睡到大天亮 第二天在民政局门口 等了又等 都没见她的身影 她是真觉得 我永远都不会跟她离婚啊 我回到家里准备先把东西收拾下 没想到柳如烟也在 还有一只小狗 我心里堵得厉害 她明知道我狗毛过敏 曾经邻居的金毛热情地扑到我身上 我当场起了红疹喘不上气 幸亏被及时送到医院 才捡回一条命 而现在 她说着不想离婚 却把狗领到了家里 鼻头一酸 我努力仰起头 不让眼泪掉下来 坐在沙发上的她 听到开门声头都没抬 还知道回来呢 不是要离婚吗 我不想理她 走向房间 推开门只见邹宇祥 正在我们的床上玩手机 身上穿的还是我的睡衣 我顿时僵在原地 柳如烟气冲冲地走了过来 你怎么进房间不知道敲门的 一点礼貌都没有 我忍不住笑出声 我进自己的卧房还要敲门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柳如烟脸上闪过一抹尴尬 还是耿着脖子说 谁知道你会突然回家啊 昨天打电话时 话说得那么坚决 还不是巴巴地跑回来了 邹宇祥从床上下来 走到他身边 你们别为了我吵架 季先生要是有意见 我这就走 柳如烟拦住他 我才是房主 你放心住 没人能赶你走 我看着眼前的两人 只觉得非常滑稽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才是夫妻 我像个棒打鸳鸯的坏人 我拍拍手 你说得对 又看向邹宇祥说 我其实是回来收拾衣服的 现在看来也不需要了 邹先生这么喜欢都留给你好了 我转身要走 柳如烟拽住了我 你闹够了没有 你是因为阿宇住你的房间生气 他这么多年没回来 不过是在我们家借住几天 你不要这么小心眼 客厅的狗看到我们吵架 冲我狂吠 柳如烟的脸白了一下 语气有些不自然 这是小区里的流浪狗 阿宇也是看他可怜 才把他带回来的 你买点过敏药就行了 别连只狗都容不下 我垂下眼眸 看着他落在我腕上的手 以前我无比渴望握住的手 如今却是那样的陌生 他明知道我在意什么 可他还是那样做了 因为我在他心里是最不重要的 我的需求遇到邹宇祥 都会被理所应当的忽略 我一点点推开那只手 就像一点点把他踢出我的心里 够了 我最后通知你一遍 我要跟你离婚 别逼我起诉你 邹宇祥说 季先生怎么能说这种话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了 就算再不高兴 也不能把离婚挂嘴边上啊 你这样奄奄会伤心的 他嘴里说的都是劝我们的话 我却没错过 他眼底闪过的得意 柳如妍拉着他不放 脸色铁青 要走就走 以后别来求我和好 我离开这个共同生活七年的家 站在门口时 我回头向里面望了一眼 似乎看到了丈母娘的身影 她笑容和蔼地冲我招手 无声说了什么 我点点头答 好 我向法院提交了离婚申请 又进了我爸的公司实习 从前我知道柳如妍性格要强 没有告诉过她我的家境 也放弃了进我爸公司 但现在我不用再顾虑她的感受了 没想到的是 我居然会在公司遇到夏婉容 她是从其他城市的子公司调岗过来的 毕业多年 能再次相遇 也算是一种缘分 下班时 她说请我吃饭 我没有拒绝 但没有让女生花钱的道理 我带她去了本地一家 平分不错的西餐厅 服务员以为我们是情侣 还给我们燃起了蜡烛 夏婉容秀的满脸通红 她问我 陈阳 你有女朋友吗 我摇头 没有 但我结婚了 她的眼底的光芒暗了下去 看起来有些失落 那你跟我吃饭要报备一下吧 不然老婆会不高兴的 我晃了晃着手里的红酒杯 不会 我们要离婚了 她愣了一下 一副想问又不好意思问的样子 我不由失笑 没什么不能说的 性格不合而已 场面有些尴尬起来 刚好这时候我们点的牛排上来了 她说 先吃饭吧 我在榜单上也刷到过这家店 一直想来呢 她的眼神闪烁不定 拿杯子时不小心拿到了我的 我正要提醒她 旁边传来一道怒气冲冲的声音 纪陈阳 这才是你要跟我离婚的原因 是不是 你们好多久了 我闻声看去 原来是柳如烟和邹宇祥 她挽着她的胳膊 状态亲密得很 我扯起一抹笑容 轻飘飘地说 怎么 只需你款待竹马 不需我跟同事吃个饭 做人不要太双标 柳如烟咬牙切齿 你有什么同事 你都是靠我养着的 这位小姐你还不知道吧 她是个全职主夫 都比脸都干净 你想捞钱还是换个人吧 邹宇祥附和说 纪先生 我知道你对我不满 但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气烟烟吧 不管怎么说你们还是夫妻呢 婚内出轨可不好 下晚容器的脸色通红 我的同事我还能认错吗 说她婚内出轨 你们俩又在做什么呢 柳如烟满脸恼怒 我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关系好不是很正常 倒是你 是铁了心要当第三者吗 柳如烟边说边走进下晚容 下晚容也不甘示弱地站了起来 眼看两个女人就要动手 我把下晚容挡在身后 柳如烟 我们到底有多少夫妻情分 你心里有数 我不想在这种地方跟你吵 趁早离了 对我们都好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为了她和我说这种话 你先害死了我妈 现在有了新欢就想跟我离婚是吧 她吃笑一声 恼怒地瞪着我 你别后悔 后悔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是和她蹉跎了这许多年的时光 有些事 从一开始就都错了 柳如烟拉着邹羽翔走了 我和下晚容落座 我有些愧疚 抱歉 让你平白受了冤枉 她把桌上没动的蛋糕推给了我 没关系 我也凶她了 吃点甜的吧 心情会变好 我没想到受委屈的是她 而她却反过来安慰我 这种事跟柳如烟在一起时 是不可能发生的 向来只有我低头的份 我叹了口气 问她 你不想知道 她刚刚说的 我害死了她妈妈 是什么意思吗 她摇头 等你想告诉我的时候再说吧 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 我心头一暖 夫妻多年 柳如烟还没有一个外人相信我 她转移了话题 跟我说了一些 她毕业后发生的趣事 气氛逐渐轻松下来 吃完饭后 我准备送她回家 没想到走到门口 有人拉住了我 我一低头就看到了 蹲在地上的柳如烟 季晨阳 我喂病犯了 好难受 夏婉容面露犹豫 要不你先送她去医院吧 我一个人可以的 我冷声问她 邹玉祥呢 柳如烟脸上闪过一抹尴尬 她有事先走了 你不是一直会随身带着药吗 我的药呢 我收回手 都要离婚了 我没义务帮前妻带药 我也有事 帮你打个120吧 柳如烟看了 看夏婉容 又看向我 眼睛里闪着泪花 你故意气我的 是不是 我都说了 我跟阿宇真的没什么 你怎么就不信我呢 我输入120 刚要打出去 柳如烟按住了我 你刚害死了我妈妈 还要对我这么狠心吗 我收回手说 妈是不是我害死的 你心里有数 我不是你 没有处处留情的习惯 她脸色一白 我想起她刚刚说的那样坚定 好像她跟周宇祥 真的没发生什么 但我不想深究了 柳如烟作为妻子 没有守好应有的底线 没有和异性保持应有的距离 她已经越界了 这样的婚姻 不要也罢 她脸色煞白 没有丝毫血色 不知道是痛的 还是伤心 夏婉容 在包里翻找一阵 拿出一个小盒子 递给她 幸好我带了 这样没过期 你吃了可不能饿我啊 柳如烟正在原地 呆呆地看着我 我接过药 放到一旁的盆栽上面 随后跟着夏婉容离去 这里离夏婉容家不算远 她选择了散步 路上我想起刚刚的事 没忍住笑了 她那样说你 你还给她送药 夏婉容怂怂肩 没办法 她又不让你打120 总不能真看着她出事啊 我又问 你也有胃病 她用力摇了摇头 我健康得很 不过我有随身 带常备药和糖果的习惯 如果遇到了需要的人 可是能救命的 我突然想起 之前和柳如烟出去逛街 路上遇到摔倒的大爷 我想去扶 柳如烟说 现在的老头老太太 讹人概率多高 网上传的都是 你要是被缠上 我可不帮你掏钱 我还是坚持把大爷扶了起来 事后柳如烟骂了我一个月白痴 时不时就要提起来讽刺我 想到这里 我问她 你不怕被讹上吗 她想了想说 现在到处都有监控 讹人也是个技术活 我到现在还没遇到过那么坏的人呢 我相信世界上还是好人多的 就算真的倒霉被赖上 无非是赔笔钱 可我要是见死不救 会内疚一辈子的 她所说的也是我心里的想法 宁可错就 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一条生命消逝 大学四年 我们没怎么说过话 没想到在这件事上 竟然很默契 也对 从前我都围着柳如烟传 别说异性朋友 就连同性朋友都很少 放下她之后 我才发现有异议的事那么多 我可以做喜欢的工作 有时间结交新的朋友 她好像在我的生命里 也不是那么不可或缺 晚风迎面袭来 空气中弥漫着枝子花香 我的心情也渐渐变好 不知不觉走到了夏婉容家门口 我们互相道别 送完她后 我正要回酒店 却看到一个同事 满脸暧昧地看着我 糟了 夏婉容提醒过我 这同事是办公室里 出了名的大嘴巴 被她看到了 也就等于全公司都看到了 尽管我极力解释 她还是一副 我懂我懂的样子 算了 事已至此 先回去睡觉吧 第二天到公司时 同事们纷纷和我打招呼 早啊 陈阳 怎么没和婉容一起来啊 小情侣害羞了呗 我们公司很开明的 没有不让同事谈恋爱的规矩 累了 我刚坐下 总助理就来喊我去办公室 我爸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咱家虽然有点小钱 你也不能坐那脚踏两只船的人 这年头 要说什么船得最快 还得是八卦 我心中满是无奈 我跟柳如烟要离婚了 和夏婉容就普通同事关系 老头子凑了过来 真理 我点头 我爸纠结了一会儿说 李也行 小白那脾气是不大好 结婚的时候都不改口 我准备的改口费都没送出去 这么多年了 过年还得在他家 我不想听他唠叨 打断了他 没事我回去工作了 我爸打开了抽屉 里面是一堆车钥匙 婉容那姑娘不错 但你送人家回去居然用走的 太给老子丢脸了 喜欢人家就好好追 我嘴角一抽 这是解释不清了 不过有车确实方便点 自家老爸也没必要客气 我随便拿了一把 心里突然不是滋味 如果以前不是顾忌柳如烟的自尊心 我也不会拒绝老爸的东西 如果我那时候有车 丈母娘或许就不会错过 最佳抢救时间了 我正出神 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是柳如烟 我不知道我们之间 发展成这个样子 还有什么好说的 直接挂断了 柳如烟不死心地继续打 我只能把她的联系方式多拉黑 下班后 我回了酒店准备退房 搬去我爸之前给我的房产 没想到出来时 却看到了柳如烟 她守在门口堵我 眼圈泛红 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 阿瑜已经不住家里了 妈也不在了 这个家里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你回来吧 我不跟你计较了 你不在的这几天 我吃不好也睡不好 我们别闹了好不好 我打量着她 现在的她裙子皱皱巴巴的 神情也憔悴得很 我和她结婚几年 她从来没出现过这么狼狈的时刻 家里没了人做饭 没了人给她洗衣服 打扫卫生 她当然会不习惯了 但我已经不想再给她做保姆了 我们回不去了 那栋房子里 除了妈 没有任何值得我留恋的 她眼泪大颗大颗滚落 执拗地挡在我面前 刚知道妈去世的消息时 我太难过了 才会迁怒你 但我也没办法 妈身体一向那么好 让我怎么接受 她突然就没了 夫妻之前不就该互相包容吗 我不怪你了 你也忘了那些事行不行 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是丈母娘的身体好 而是她从来没关注过丈母娘 们结婚第一年 丈母娘摔了腿 留下病根 逢阴雨天都会疼 是我学了按摩 为丈母娘按腿 缓解疼痛 我们结婚第三年 丈母娘被小区的流浪狗咬了 是我打跑了狗 把丈母娘送去医院 我们结婚第五年 丈母娘头一次心脏病发作 是我一直在她身旁照料 每次我想和她说丈母娘的事 她都会说 家里有你就行了 我上了一天班了 不想听你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 她觉得丈母娘偏心我 却从未想过 这些年任何丈母娘 需要她陪伴的时候 她都缺席了 而她现在来找我 也不见得有多舍不得我 只是不习惯 没有人无微不至地照顾她 迟来的悔悟 没有任何意义 我面无表情地说 回不去了 从那天你执意不肯停车 我们之间就回不去了 任何事我都可以原谅你 但我没办法接受 一个对自己母亲的生死 这样冷漠的妻子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 她还是用力摇着头 不肯放我离去 我只能喊保安把她赶出去 十五 听说柳如烟回去路上 遇到了邹宇祥 刚好撞见她 深情款款地 向她前妻求复合 柳如烟勃然大怒 抡起椅子就往两人身上砸 但她的力气 敌不过邹宇祥 她被打了一顿丢出来 我在业主群里 看到她被打得 浑身是伤的画面 只觉得她好傻 能放弃她一次的人 怎么就不会放弃 她第二次呢 回来找她 也不过是无聊时的消遣罢了 邹宇祥的前妻受了轻伤 邹宇祥气不过 把柳如烟的事捅到了公司 她的工作也没了 近在眼前的升职机会 就那样溜走了 我收拾好新房子 打开电脑 突然想起来 之前在家中安装的监控 本意是留存我们 共同生活的点滴 等到老的时候 再翻出来看 现在都用不上了 删除之前 我不小心点开了实时监控 画面里柳如烟 紧紧捏着一纸离婚诉讼书 一拳狠狠到墙上 她嘴里骂着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全都是骗子 骗子 说着她把衣柜里 我的衣服都扔掉了 又翻箱倒柜得着 没过多久 她在床头柜前 停住了动作 我还以为是监控卡住了 正打算关上时 她抱着一打单子 哭得泪流满面 我想起来了 那里面都是赵母娘的病例 可笑她这个亲女儿 对母亲的状况一无所知 柳如烟颤抖地拿起那些单子 一行行字映入她的眼帘 她的瞳孔瞬间放大 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 不断往下落 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十分痛苦的模样 突然她像是想到了什么 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她发疯似地扇着自己的脸 脸颊红肿 嘴唇出血都不肯停手 直到没了力气 她瘫倒在地上痛哭流体 对着空气呐喊 我不是人啊 妈妈 你辛苦养了我这么多年 还没过过几天好日子 你怎么就这样去了呢 我不是东西 该死的人是我啊 她哭了很久很久 嘴唇都干裂了 她扶着墙壁 亮亮呛呛地站了起来 目光在触及橱柜上的娃娃时 愣住了 那些都是我给她抓的 曾经她羡慕别的女孩子 有爸爸抓娃娃送给女儿 我苦练技术 为她抓了满满一橱柜 这个家里 其实我的东西少得可怜 只有一些日用品 但她的东西 数不胜数 大到首饰衣裙 小到生活百件 她所有穿的用的都是我送的 她应该是后知后觉地想到了 她给我的钱 根本不足以买这么多东西 她把所有娃娃都拿了下来 自己缩在娃娃堆里 然后摸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 我的铃声响了起来 她哭着说 陈阳 我们和好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已经没有妈妈了 不能再没有你了 如果是从前的我 看到她这样 肯定会心疼不已 可现在的我 早就被她耗尽了所有感情 我淡淡地说 柳如烟 我们走到今天 都是你自己选的 我们没可能了 她嚎啕大哭 我只觉得吵闹 挂了电话 也删了监控 就在我以为她会死心时 警察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们说柳如烟 站在楼顶 一定要见我 我差点忘了 她本来就是个 相当执拗的人 毕业那年 邹宇祥要出国 她把自己锁在房间 三天三夜 不吃不喝 妄图逼她妥协留下 可是一个不爱她的人 怎么会在意她的死活呢 只有我和丈母娘 会担心她 她绝世多久 我们就跟着绝世多久 我一直守在她的门外 才能在她晕倒时 撞开门 把她送去医院 等她醒来时 邹宇祥也已经走了 没了目标 她也就不闹了 如今 她把这一招 用到了我身上 但我没办法 做到邹宇祥那样绝情 我去了 只见小区楼下 站着很多人 还铺了救生气垫 柳如烟站在楼顶边缘 几个消防员围着开导她 见我过来 消防员说 你想见的人来了 你们有什么话好好讲 千万别冲动啊 柳如烟的目光 委屈中又掺杂着点西迹 陈阳你还是来了 你心里还有我对不对 我们忘掉以前的事 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断然拒绝 不好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还有人性 别说是你了 就算是陌生人 我也会救 但我不会跟你和好 如果你一定要这个威胁我 那我陪你跳 我边说边向她走近 消防员急了 你们俩年纪轻轻的 有什么想不开的 想想你们的家人啊 柳如烟眼底的泪珠滚落下来 继陈阳你就这么无情 宁可死也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在她说话间 我已经走到了她身边 一把把她拉了下来 推给消防员 她却紧紧抓着我的胳膊 陈阳 我妈生前最疼你了 我们结婚时 你答应过会好好照顾我的 你不能食言 我用力掰开了她的手 一字一顿地说 可妈临终的医院是要我自由 丈母娘在去往医院的途中跟我说 小季 你是个好孩子 奄奄没福气 要是实在日子难过就分开吧 别为了我这老婆子绑住自己 那时的我只想着让丈母娘活下来 没有心情想感情的事 最后一次从家里出来时 我有了答案 相信丈母娘在天之灵会听到的 柳如烟眼底满是震惊 可很快她就平静下来 她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 丈母娘是个善良的人 不会愿意我受委屈 她坐在地上 地上啜气 像只被人抛弃的小猫 嘴里翻来覆去地说着 陈阳 陈阳 我不想和你分开 你爱了我那么多年 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我保证会改的 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 如果是以前的我 听到这些话 肯定会感动不已 但是现在我不在乎了 爱她 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已经够了 我拍拍身上的图 把它交给工作人员后离开 一晃过去数月 没想到再次听到柳如烟的消息 居然是在新闻上 邹宇祥和前妻的感情日渐升温 他们准备去国外再办婚礼 柳如烟知道后 假装登门道歉 被他们再次羞辱 恼怒之下 他拿出藏好的匕首 先捅了邹宇祥 再趁他前妻吓得愣住时 扑上去把他杀了 柳如烟逃了 邻居闻到臭味报警 警察到时 他们的尸体都升了蛆 上电视是打了马赛克的 但隔着屏幕 都能感觉到浓浓的心臭 柳如烟潜逃了半个月多月 在隔壁市的小旅馆被抓到了 由于他之前有过跳楼的行为 法院认为他的精神不是很正常 背叛了无期 我的离婚申请也通过了 到底是相识一场 看他落的这样的下场 我忍不住感到唏嘘 我恢复了稳定的生活 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一年后的情人节 夏婉容约我看电影 昏暗的场内 他握住我的手 靠近我说 季同学可以申请换个身份 和你相处吗 冒着汉的手心显露出 他此时的紧张 我轻笑 反手与他实质紧扣 当然 请多指教 与朋友 确定关系后 我带他去了海边 跟他讲了丈母娘的事 他扬起我们牵着的手 冲着海面喊 阿姨 你放心吧 以后季晨阳不会是一个人的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我笑着揉揉了他的头 在他搬到我家后 我找东西时 柜子上突然掉下来个老实木盒 里面露出粉色信封的一角 情书 少女怀春 人之常情 我没打算偷看 想给他收好放起来 但是那信封上面写的 居然是知己陈阳 这我就忍不住好奇了 木盒里藏了数十封情书 我才发现在我追逐柳如烟的那些年 也有一个人曾悄悄注视我 少女的文字时而欢脱 时而惆怅 充斥着暗恋的喜悦与酸楚 夏婉容从外面走进来 盲抢过信背于身后 支支吾吾地说 你都看到了 我点头 又回想起大学里 似乎没有和他有过什么交集 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 一见钟情 夏婉容打开他的箱子 翻出一件宽大的男生校服 他红着脸 因为这个 那天我突然亲起来了 别的男生都在笑我 只有你脱下校服绑在我的腰上 后来我想还给你 但一直没有机会 再后来又发了新的校服 我就偷偷留下了 时间太过久远 我都想不起来 还有这件事了 没想到举手之劳 被他记挂了这么久 幸好 岁月更迭 终究会让对的人走到一起 这年我已经三十岁了 老头子催得急 给我们办了婚礼 没过多久 我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宝宝 老头子正式退休带娃 公司交给了我 我秉承家族的优良传统 把儿子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 然后带着夏婉容去游山玩水了 很多很多年以后 我和夏婉容白发苍苍地 坐在堂椅上乘凉 新闻上播报有一个老婆婆 坐牢多年 出来后居然跳了海 那个人有些眼熟 但我想不起来是谁了 看着身旁的夏婉容 我缓缓扬起了唇 这辈子圆满了 全闻完 我缓门 我缓门